12月19日 2021年羽毛球市井赛在西班牙维尔瓦进入收官日 些后产生混双、女单、女双、男双和男单冠军 女双决赛由赛会头号种子 2017年赛会冠军国语的凡尘组合陈青城贾亦凡对阵赛会二号 种子韩国组合李少西声声赞 最终陈青城贾亦凭借着稳定的发挥 顶住对手的压力 连下两局 21-16、21-17 大比分2-0取胜 时隔四年夺得他们第二个市井赛冠军 凭借着市井赛上出色的表现 在下周的世界排名榜单上 他们将重回女双世界第一的位置 陈青城贾亦凡在半决赛中直落两局 21-15、21-12战胜市井赛两连冠 日本组合松本麻佑、永元和可纳 时隔四年再次进入市井赛决赛 李少西声声赞则是 以21-18、21-18战胜队友金昭映、孔熙荣首次进入决赛 双方之前交手四次 陈青城贾亦凡保持全胜 双方最后一次交手是在2019年 当时陈青城贾亦凡直落两局取胜 在本届市井赛中 陈青城贾亦凡一局未丢 全是2-0过关 在进入决赛之后 陈青城谦虚地表示进决赛是 Unbelievable 展望决赛 他称赞韩国组合攻守技术全面 不管发接发 压迫感都很强 自己会拿出120%精神面貌迎战 不论输赢 都会打出气势 贾亦凡也表示会朝着心中的目标 拼尽全力 首局比赛 韩国组合率先发球 第一分双方就经过多拍较量 陈青城一记中扣拿下第一分 随后经过一个87拍的较量之后 国语组合再拿一分 随后再得两分 取得4-0的开局 李绍兮深声赞 一度将比分追到4-5 陈青城贾亦凡稳住局面 以10-5将比分拉开 在韩国组合连追3分之后 陈青城贾亦凡以11-8领先进入局间暂停 下半局 双方你来我往 李绍兮深声赞 在9-13落后时连续得分 以14-13反超比分 被连续追分的陈青城贾亦凡 在14-16落后时 稳住局势一口气连得7分 以21-16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 陈青城贾亦凡继续稳扎稳打 在前半段一直保持着领先 不过在10-6领先之后 却被对手连得4分 追至时平 之后韩国组合再度连续得分 反超至13-11领先 不过凡尘组合的韧劲 在关键时刻又体现了出来 在12-14落后的情况下 开始了连续得分的高潮 连得6分 以18-14领先 之后韩国队的深声赞 因为涉嫌故意拖延比赛 被裁判给予了黄牌警告 最终 陈青城贾亦凡 以21-17 锁定了胜局 大比分2-0横扫韩国组合 时隔4年夺得两人 第二个市井赛女双冠军 凭借着市井赛上的夺冠表现 陈青城贾亦凡的世界排名 将会在下周更新时 将超越世界第一日本组合辅导 由纪广田采花 以及韩国组合金昭印孔熙蓉 正式重回女双世界第一的位置